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八字不绝对 很多人把八字当作宿命 一命二运三风水 可是各位 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八字的不会绝对的 像这一波疫情一起来的时候 宣判了很多行业不准营业 好了 这时候不准营业 请问你是老板 你八字财运再怎么好 有用吗 你就不准营业 可是房租照样要缴 员工的薪水照样要给 可是就是没有收入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八字他其实 不绝对 八字甚至 他会依附在环境之下 也就是说大环境正常的话 你的八字会走的比较正常 但是大环境 假如像现在这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 政府强力的介入 基本上 你的八字再怎么好 都没有批用 所以各位像战乱这一种的情况 各位 一旦战乱了 你的八字好坏有用吗 根本都没有 一颗炸弹飞过来 蹦 你妈的 你的八字比较好的就不会有事 都照样 那时候 我们常讲的 人命不值钱 了不了解 所以八字他不是一个绝对 他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运势 如何去掌握 所以各位不要去太 听到说自己是什么乞丐命 就放弃治疗了 就说我好惨 根本没有那一回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